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朱熹给资质通鉴删凡就简编成的资质通鉴纲目 在这里真的把更字删掉了 看起来文从字顺 但为什么这样改 朱熹没讲 也有人认为这里确实应该删字 但该删的不是更 而是扁 清朝学者陈冯恒有过一个推断 认为魏国所谓扁号很不合理 一定是搞错了 当时魏国发生了一场政变 原先的国君被子南氏篡了位 篡位的人成了卫侯 那么按照陈冯恒的说法 所谓更贬号约侯 贬字多余应该删掉 更应该独成 更表示国家统治权的变更 不过篡位的事情到底从何说起呢 在史记的记载里 这一时期的魏国政坛相当平稳 魏生侯传魏成侯 魏成侯传魏平侯 魏平侯传魏四军 看上去全是再正常不过的 父死子记 哪有什么政变发生的 资质通鉴 沿袭着史记的腔调 也没有提到过什么政变的事情 当然 陈冯恒并不是无中生有 作为清朝研究竹书纪年的顶尖专家 他之所以会有这个推断 是因为竹书纪年有记载说 魏国将军文子 名叫紫南弥谋 他的后代有紫南顾和紫南晋 紫南晋朝见魏惠王 后来魏惠王访问魏国 策命紫南晋为侯 在竹书纪年的简短文字里 貌似平扑直序 古紧扑波 其实讲出了一场政变 成功夺权篡位的紫南氏 属于魏国小宗 先祖是魏林宫的数字紫南 不知道你对紫南欺人 还有没有印象 在第十八讲 讲到正名主题的时候 有过他的登场 那是春秋年间 魏林宫的太子快溃流亡国外 继承人该选谁呢 魏林宫很想离自己 输出的儿子紫南 但紫南说什么都不肯接受 等魏林宫一死 魏国人把快溃的嫡长子 也就是魏林宫的嫡长孙 一个名叫哲的孩子 捧上了军位 这就是魏初公 满没有想到的是 等魏初公即位之后 他的父亲 也就是常年流亡在外的那位 快溃 带着外国军队杀了回来 想要和亲生儿子夺权 这种状况正所谓军不军 臣不臣 富不富 子不子 紫南是魏国这个混乱的国家里 难得的一位贤人 紫南的后人就以紫南为士 这个做法貌似有点特立独行 因为在当时的姓名传统里边 紫南的后人应该以南为士 而不是以紫南为士 但也许他们非常想要强调自己 是大仙人紫南的后人吧 无论如何 总子魏国就有了紫南士 后来姓南的人有一部分 就是紫南士的后人 从紫南弥谋以来 紫南士代代把持着魏国的国政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迟早会有篡位的一天 终于到紫南近这一带 水到渠成篡位成功 从此以后 魏国的国号虽然没有变 但原先的魏国等于已经亡国了 这一时期的篡位有两种类型 一是齐国类型 买来的田姓人 篡夺了根正苗红的江姓国家 二是宋国类型 小宗身份的权臣 思成慈涵 篡夺了大宗身份的国君权力 这两起政变 我在前边都有讲过 魏国的情况属于后者 魏国是姬姓诸侯 国内的大宗和小宗都姓姬 紫南士也姓姬 国家的姓并没有变 变得是士和宗 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 并不能算是王国 但所谓国 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不同时代的人 会赋予他不同的想象 会用不同的标准来签订他 那宗法观念来看这一场 魏国政变的话 说是王国 倒也完全说得过去 事实上 左传早就这样表过态了 早在公元前629年 多灾多难的魏国 被迫迁都地球 落定脚跟之后 照例举行占卜仪式 预测一下国运 魏国人啊 太需要一个好的预言 来安定人心了 左传记载了这次占卜的结果 原文是 补约三百年 是说魏国的国作 还能延续三百年 左传很有怪力乱神的色彩 记载了各种神乎其神的 占卜和预言 临念到了 四四入寇的程度 如果我们采取 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 就只能相信 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左传里的占卜结果 其实都是左传作者 已经知晓的事实 这种写作方式 相当于先射箭 再以箭的落点为原心 划出箭靶子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以魏国迁都 地球这一年 作为时间起点 以魏国灭亡的那一年 作为时间终点 唐朝的左传官方著本 左传著书 替我们做过这道算术题 说一共历史四百三十年 这下麻烦了 误差竟然大到一百三十年 实在不好解释 左传著书背后的 唐朝官方学术团队 对此保持了必要的审慎 淡淡的算出了数字 但只字未加评论 这当然太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了 种种猜测注定接二连三 最容易做出的猜测是 左传作者并没有活到魏国灭亡那一年 否则的话 他一定会把补约三百年 改成补约四百三十年 至少也会取个整数 改成补约四百年 竹书纪年的极易成果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顾协纲的得意门生 童书叶做过一番经典考证 说前辈学者们之所以被这个问题困住 是因为没见过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揭示出魏国子南世 窃国夺权的事实 如果以这件事作为魏国王国的时间节点 那么前推三个世纪 刚好就是迁都地丘的时候 这个结论可以在韩非子里面找到旁证 韩非子罗列过一杆窃国大道 有我们熟悉的齐国填长 郑国的太宰心等等等等 魏国的子南晋赫然在列 古代研究韩非子的学者 搞不清这位子南晋到底是谁 到底有做过什么事 竹书纪年的重出江湖 等于把韩非子的这个老大难问题 也顺手解决掉了 同类的事情 我还在前面讲过 清华前信年的发现 解决了郑国太宰心的谜题 要知道 古代研究韩非子的学者 不仅搞不清子南晋 同样搞不清太宰心 在童书业的考证里 子南晋篡位篡的是魏成侯的位子 那么对照一下史记记载的魏国士气 魏成侯之后的那位魏平侯 应该就是子南晋本尊了 但这一点还只是猜测 证据便不够扎实 全部人类历史上 窃国大道 总会有一个共同的需求 赶紧把身份洗白 洗白身份的经典办法 就是求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对于子南晋来说 最理想的方案应该是 一方面获得周天子的册封 就像自治通鉴一开始提到的 周威猎王 册封三晋为诸侯一样 另一方面还有任一个有实力的大哥 让强悍的实力给虚弱的名分做背书 很可能正是出于这个缘故 子南晋这才拜了魏惠王的码头 甘心给中原强人魏惠王做小弟 并且通过魏惠王得到了周显王的册封 这也许就是魏国更好约侯的真相吧 但是竹书近年明明提到 册封子南晋的事魏惠王 并没有什么周显王的事 难道我们只能迂回一下 把魏惠王解释为 册封礼仪的代理人吗 可如果真是由魏惠王做出的册封 魏惠王本身就是侯爵 怎么说都没有资格把子南晋 册封为侯爵呀 这个疑难能不能有合理的解释呢 我们很快就会谈到 周显王23年的三件大事 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讲 我们就要进入周显王24年 这又是被辞职通鉴空缺的一年 很快 我们又会在下一年里 遇到一段语音不详的记载 触发一起 巨颂纷纭的历史遗案 它涉及到 朱熹和司马光两位大儒 对历史的不同看法 我们下一讲 再见